Cony 聽說單位只有430呎左右 但怎樣看上去好像這麼大 聽Cony 講解之前 先看看單位變身前的情況 你一進門口 進來對住房門 其實我們這裡是繩一直線 這個其實有延伸有拉長的效果 剛才聽你說 其實長身都有一個特別處理 是的 其實是這樣的 本來的長身是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已經是鞋櫃的一部份 我們就把鞋櫃的側板做了油漆面的處理 所以就令到整幅長身擴大了 那梳化你也可以選擇一張大一點的梳化 另一個掩陰法就是飯廳和客廳的燈草 我們都會用互形的設計 互形的設計是令到房間有延伸的效果 而且其實沒有那麼悶 活潑一點 再加上玻璃間隔和玻璃托門的間隔 這樣就更加令到整個空間感大增 這幅玻璃窗半長身 原來是護主要求的 因為主人房本來有兩個窗 但高生衣櫃會遮蓋其中一個 房內光線不足夠 所以希望由廳引光進去 遮蓋的窗沒有封死 而且衣櫃半面的木板也可以拿出來 起玻璃窗半長身另外一個原因 是護主希望在房間做監務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廳的情況 有很多機關 是的 其實這個櫃是可以動動的 是嗎 怎樣動動 就是拉出來這樣 是的 其實是直接這樣拉 因為下面是有輪胎的 衣櫃後面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條陣位 我們為了拉平這個空間 左右兩邊都做了一個薄身櫃 護主考慮到之後會生一個小朋友 所以要求房內的空間要有靈活性 所以設計師沒有固定到細床和衣櫃 只要搬走兩件傢具 就可以放到一張大廠了 因為小朋友現在只有兩歲 傳統滑架床上落比較危險 所以訂做了一張闊梯級的床 雙層有為難 不怕小朋友會滑下床 而燈光就靠長貴的燈草 其實現在用了這個吊床 其實承托力夠不夠呢 OK的 沒問題 首先你看到扶手就是一個承托力的點 另外這張床本身是會入長身的 兩邊入長身再加上那邊有承托力 其實三邊已經固定了 為了改善天花環涼的壓迫感 設計師貼了森藍色的長布 營造夜空效果 看上去有向上升的感覺 為什麼飯廳位置會用長椅 而不是傳統的桌燈 主要是因為這個空間相對小 如果我們用傳統的飯桌 其實坐的人數不夠多 L型的長椅 坐的人數會多了 空間感又大了 另外又多了一些儲物空間 因為這裡樓下 其實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護主喜歡外國選擇了北歐風設計 有希望用到灰色六角形磚 所以設計師就幫他們搭配白色的廚櫃 設計師說只要選擇白色廚櫃 櫃門有四方塊暗紋 再搭配淺到中度顏色的特色磚 就可以營造到北歐風了 護主大讚這兩個貼心位 廁所長身和地磚用了同一款磚 第一是要特遜白色的特色牆 第二就是令廁所看起來沒那麼雜亂 望來就會大一點 護主希望鞋櫃附近有一個穿鞋位置 設計師就將獅子鞋櫃縮短 留在空位放一張椅 椅後面長身就加了大型掛鉤 可以掛袋 其實我們希望在這間屋裡找到一個亮點 所以會選擇這幅長身 去做一個特別的顏色 希望飯廳和客廳之間會有少少聯繫 所以會在廁所這邊 這幅長身一直延伸到飯廳那邊 其實都是這顏色